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又是Toyota Coaster 不過今次就是這個後巴的版本 上次開過的同款就是這架 醫管局的非緊急運送服務車両 稍後可以看看 為什麼開這架? 不是排得這麼前嗎? 其實我有那個車想開 但是開這架這麼前 因為有少少的私人感情 因為我幼兒園的時候好像是搭過這架車 大概我兩歲鬆一點 回幼兒園的時候是搭這架車 現在這個款式已經沒有了 因為... 因為什麼呢? 因為轉了做一個... 就是... 橙橙黃黃底 然後條線變了紫色的那個款 那這個就是舊款 那它印在後面那個故事 我覺得都挺有趣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這個款式都挺溫馨的 26號呢? 26號的美影 就是恆常的款式 這個 55元的 我現在開封 然後呢... 他先開封 那我沒有說話 我對這架車呢 還有少少少記憶 那時候呢... 呃... 這架的... 即是坐這架... 補母車或是後車的時候呢 我記得那個司機就差得很快 好像金鸡的红兵出西岁的时候 带着两三岁的小孩 就是这一格的私家小巴 很坏 现在先开盒 不是开盒就开完 有鼻震的 又有那个我很喜欢的 旁边的窗 这里是自动门 这里门的开是这样的 奇怪 好了 开不开了 为什么好像都塞了 哎 开了 好像不是很顺 这样 学校私家小巴 16座 自动门自动 自动门自动 后面就有一些 小心有学童 不要跟贴 标语 太平门 哇 有条衬在这里 车牌号码DX2329 好 令人怀念 会有个车款 哇 这里好像很一样 怎么搞的 好像被小孩画完 那样 哇 正啊 哎呀 我顶了 怎么吓跪了 这些油 都很一样 这些油 看下来 就是 同一个车款 但是不同的涂装 整个感觉 不同了 下面那个好像专业 好多的感觉 还有下面那个是11座 这个是16座 因为这个改装过 要放在轮椅 床 那些 哎呀 我挺喜欢这一架车的车款 我现在几乎 每天都会看到这一架车 下次可以拍一下 这样 这架很简单 因为它只负责载小朋友 不像这架 但是那个用途 即是它要有那些 自动台 那些 升降台 不是自动台 那些 升降台 这样 那我们试一下 这架车 这个车都可以的 其实基本上最不顺 就是电车的车 那些 这些普通的行驶 到路 没有鬼的车 那些车 那些车都是 顺畅的 做得 少少 鼻震 没有这架 那么厉害 那些座位 都做得挺似的 我印象中 都是这些 梳化座位 那个耳柄 比起现在的座位 那些 那些 粒粒粒粒的 一条条面包 那些 都是它真实的 药貌 但是呢 看看 它这里好像 2 1 这样的位置 我印象中 好像两边都是2 即是两边都是坐 两个两个这样坐 好像不是这样 有单钉 这个设计 有些是 那些 车车的设计 那我们看看这个 车底 车底 没什么特别 都没什么设计可言 大部分来说 那今天的介绍和iPhone 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下期再见